比较复杂的蜂蜜其实就这样 那看一下 我自己再讲一下Drobby好了 反正还有一点时间 因为Drobby会用到那个曲线 看一下 就是这个Drobby 我记得Woolshop里面的6里面有放这个模型的Drobby Woolshop6里面有一个Drobby的Igest 它其实它好像就是这个模型的 我去把它Import进来 Woolshop6 看一下 对 它是这个模型的 你可以看到Drobby这里它用的是这个曲线 那它就是 看一下 这个曲线的位置 因为我们在成型的时候配料会有流动 那它这个曲线 在这成型过程中可能就会压到 像 左边就比较明显 有曲线的位置 从D方向看就是 它是有跟那个配料的面有重叠的 那它就会压到 所以它会这地方会有特别的力量 去压住那一块 然后让它成型上去 就是敲配它的地压 还有它的配料的流动的位置 那在这里 Metal Forming的EZ 在 Foming这里面有Drobby 就是可以选这个曲线 就是可以选这个曲线 那这里就选择P Curves 那当然我是用全选 所以我就直接按Active 或者是后 选择所有的线 那选择完 一样按右键确定 你有打开这个了吗 我需要 6里面的Drobby Idris 这边 该不会当掉了 呃 OK 这边 我的当掉 我再开一次 那我再 input一次 idris 然后就是那个Drobby 我下个6里面有Drobby Idris OK 然后在Metal Forming里面 这个Drobby Drobby Drip Curves Active 好 那如果有选到 你会发现画面中这个 它就会 会把它变出 就标示出来 那Drobby 这里 主要是都用那个力量去控制 这里会有力量的百分比 跟那个压的力量有关 那这里我们会点 下面的有Full Lock Force 就是完全去把配料压死锁死的话 的那个力量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是预设值 那应该要点这个Advanced里面进来 那这里会依配料的厚度啊 相关的强度 去计算 所以我们会去compute 它会计算出这个 356这个 就是实际上这个力量 大概是多少 还依你配料材料啊 或什么 去计算 然后还有就是Drobby的深度 可能跟实际 那个Drobby 那这里的深度 深度 为什么会有深度 是因为可以看到 那个 这个形状 左边的绿色形状 或那个凹陷 它的Drobby的画法 都是凹下去凹下去 所以它 它其实 那个节面有可能是一个半圆形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 可能类似是一个矩形的样子 跟实际 就是那个形状也有关系 只是我们在数字分析里面 很多时候都把它简化成 用线去表示 然后再把它转换为力量 就是用多少力去压 就可以模拟出实际 这个形状 去压住配料的那个力量 然后 我就可以按 Close 然后 这个是全部所过的力量 那一般我们都会用百分比 就是 这个全所过的力量的百分之五十去压 相当的去施加 那这个五十 因为我们 画面中可以看到 曲线它有很多段 那实际上 每一段的那个压的力量也不一样 所以有可能在模拟的时候 会依据这个去给每一段 不同的力量 百分比的力量 那可以看 就是 Modify 这里会有一个Modify Peak Curves里面有Modify 它可以针对这个每一段 我们这里有四个曲线段 它可以依据每一段 去修改力量的百分比 假设第一段原本是五十 预设是五十 假设它的力量应该要比较轻 它可能 这一块成型呢 就是 可以放 配料 这里如果数字比较小 表示它的压力道比较小 那配料就比较容易丢动 那假设它只需要二十 然后这里要 一样要按Accept 这个才会有二十 然后每一段 都可以去做修改 OK 然后修改完 就可以按Done 这样子 在这里 Modify 里面 可以去做修改 OK 那这是Drawbit的部分 那Drawbit只要在这一页加进去 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 就是一样继续输出 OK 那我这里一样 再一次存档 那我们可以回到 这个资料夹 我们第一个存的这个 看一下 预估时间还有六分钟 好 没关系 好 没关系 嗯 嗯 哦 通话 所以目前已经有这几个了 目前只有十个所以它还在closing和我的阶段 因为我们的画格 十个好像就是closing 所以它还没有真的完全成型 这里可以看到 好 好 不明显 好 不明显 可以看到 合模 因为现在的动画刚好在合模 合模大概就是 刚好 只是压出这个很大概的形状 这个曲面 但它还没有实际成型 就是那个T字型 所以合模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它大概开始整片的那种样子 只是压出那个曲面 可是它还没有开始成型 这个就是合模 那后面的drawing 才是实际去拉伸 去成型出这个T字型 这个中间T字型的部分 那就是drawing ok 那如果下次有时间再来讲 那个后处理会需要看的部分 呃 你的版本 你的画面中的右边 会有 有那个mf post metalforming post 有这个不 有这个icon吗 也没有 有 有 所以你有 你有那个metalforming的prepre 也有post都有 都有 ok 好 那因为这有分类 如果是后属于从这里的话 它有些东西就只有这里有 因为一般的post不会有 所以forming 金属成型的post 就是在这里面会有 那之后有机会 有时间 再来讲 后处理的部分 那因为这里 这部分 就是它一直还在新增中 所以有些功能跟那个 像那个专业 就是已经完整的那个Dynaform 之后你可能会接触到Dynaform 就是完全是forming的 那它里面会更完整 那去比较就会发现 那去比较就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 还没有加进来 ok 那这部分 今天就到 这边 请 我 请 谢谢大家